大家好,我是庄航文 拍摄今日头条视频拍摄有一个月了 今天正好是提现的日子 那我们就看看拍摄一个月的视频和文章 我们这一个月收入是多少钱 我们打开今日头条的后台 找到个人中心 从个人中心找到结算提现 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总金额是3109 可提现金额是2997 那我们现在点申请提现 看看最后能提出多少钱 不对,应该是查看明细 明细上显示着我们的头条广告 就是我们的文章所得收入是546元 视频收入是2449元 扣税金和注意在这边这一条 税费是相当于440 税前一共是2997 最后我们所得的收益 就是我们拍摄这一个月 所得能提到卡类的是2557 那为什么我们在视频上看其他的一些大V呢 他们的收入呢 都每个月能达到上万或者是更高 为什么我做了这个视频的收入呢 现在也算是有 但是呢很低 大概我总结了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拍摄的主要垂直的内容 是拍摄到哈尔滨本地的老建筑 这种视频的关注度啊比较小 受众人群也很少 而且关注到年轻人就更少了 基本上都是在35岁或者说40 或者50岁再往上的人群 他们会关注到这一部分 是小时候有所经历的 这一这类这类类型啊 要跟美食类的只是差很多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做起来呢 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一个月 没什么事拍着视频呢 一共有2500块的收入 其实你要是跑去 你要开车的邮费 和每天中午吃饭的费用的话 基本上的话就是相当于零收入 还有就是我们拍摄的视频 为什么有的文章呢 播放量特别高 视频播放量特别高 有的播放量特别低 其实它是一个跟金日头条的 一个推送的方式有关系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可以拍摄的话 你也可以拍摄 但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个 如果拍摄的同样的类型的人 多了以后呢 大家就会把这个推荐量呢 会分散掉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第一个拍摄 我是第一个拍摄 这个地点的一个作者 那你第二个拍摄的呢 推荐量呢就要比我少得多 大概就是以这种类型去做了推送 再加上我们本来的受众人群呢 就是局限于哈尔滨市区内 不像我们做一个美食的节目啊 可以推送到全国去看 那我们现在属于一个小区 就本来就受众人群比较小 然后呢又框在了这个本地的这么一个区域 它的观看量呢自然就不会特别高 观看量跟我们的收益呢是成正比的 观看量不高的情况下 我们的收益自然就低 如果说你也想做今日头条 想获得一部分收入的话 那就不建议你跟着我的脚步 去拍这些老建筑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类的内容 做内容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内容的垂直度 就是我做美食呢 我就从第一篇美食到最后一篇呢 都要做美食的内容 那如果做建筑类型的话 那第一篇的建就是建筑 到最后结尾也是以建筑收尾 我们就是一个月都拍建筑 这样的话你的推送度呢也会高 然后粉丝对你的垂直度 关注度啊都会高很多 我们来把这部分收入给提现了吧 买的好吃的去 可以看到我的粉丝现在呢 接近有两万五千粉丝了 收益提现 在手机上观看效果 要比电脑上观看效果要好很多了 看 这怎么跟电脑不一样了呢 税前所得金额三千一百二十亿 扣税金额四百六十四 确认 提现最后我们所得金额是两千六百五十七 还好 诶 密码不能看 看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申请提现 预计两天内到账 行 挺好的 今天视频给大家拍摄到这里